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超过60% 70%的暗元素以及暗物质 只有很少数的光 追寻智慧的人 其实极少 而追寻物质的人居多 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是坏人 对于坏人有同理心 对你的人生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帮助 因为这些坏人并不会 因为你对他们有同理心 而做任何的改变 这样子的问题好比你问 为什么这个人不爱我 就算你找到一亿个理由 他不爱你的证据 你还是不会改变 他不爱你的事实 人生有的时候问题就是答案 所以如何有智慧的提出问题 这才是一个智慧的路径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超过60% 70%的暗物质以及暗能量 只有很少数的光 追寻智慧的人 其实极少 而追寻物质的人居多 因此我从来不在乎 我的视频里面 有多少人追随我 有多少人离开 因为 guess what 当有一些人离开的时候表示 对的人会进来 谈物质 今天你把一个电浆的东西 你的摄影机试试看 去录你电脑突然间坏掉的灰屏 你会看见黄色跟绿色 为什么你会看到黄色跟绿色的电浆在跑 你把两个机器人放在一起 你就会看见这样子的死掉的物质 即将死的物质 当你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身体有很多痰的时候 它是什么颜色 绿色跟黄色 当你看到光的时候 你把摄影机录交流点 不是直流点 交流点 Nikola Tesla创造了交流点 而爱迪生当时为了利益 他不只拿走他所有的专利 一毛都没有留给Nikola Tesla 他还在公开的发布 在所有的报社发布说直流点比交流点好 但是这并不是事实 有的时候追随事实的人 远比追随非事实的人来得少太多了 你看交流点 交流点其实它会跑的 它是一条路径 因此路径是会变的 好比一棵树的生长 它不可能是一样的 因此基因改造的物质 其实是违反人体的吸收率的 因此很多人他如果开始吃素 在觉醒的路程上面 你会发现 对基因改造的物质 开始起了排斥的反应 开始起了过敏的反应 因为你的身体在排斥它 一样的追随光 有的时候我们人要回到自己 的呼吸上面 你的呼吸 你的意识 你的呼吸是一个通道 随时都会影响着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是否接光 是否能够带光给大家 是否能够做好自我照顾 从自身爱自己开始 这才是答案 而这个答案就好比一棵树 就算是同一个品种 它都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 因此我会总是在我的视频里面 提出警语 为什么 因为许许多多的人 当他们只是想要把答案 放在外面的时候 外界的时候 这样子只会离真实的答案 越来越远 因为你的答案是从内到外 从来就不是从外到内 以上2019年11月7日 阳光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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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